女人我最大 雙型暖身請開跑囉 美妝 防氧 素身 全面散折起 輸入折扣碼 再想八八折 精大心算 聰明相悖 學得在女人我最大GO網 我們這裡的房式 講的就是鄰居好不好 會不會跟鄰居之間 或者是家宅不寧的狀況 就三名 那我也很好心 單家也不要這樣吧 我這裡只有三名 那我也很好心就只有三名 好不好 我也沒讓你更多了 我們先從第三名看起 第三名發生的時間會晚一點點 那就是上升太陽在 處女座的同學好不好 處女座的同學 跟你鄰居有關的公位 目前已經有一顆金星進來了 所以在你的生活當中 你應該已經開始 而且處女座同學 你們的本命心盤 本來就會有一些 陰暗的鄰居 就是處女座 因為你鄰居的公位 在一個比較 很喜歡窺視人家秘密 而且我才剛搬一個地方 搬已經兩天 我跟你講 你其實已經被鄰居給默默的 盯上了 然後他們很可能在找時間 給你反應 下半年 未來三個月就是時間到了 很可能就是他忍無可忍了 或他覺得時機到了 他必須告訴你一些什麼 這一類的 所以其實處女座 如果不想惹糾紛的話 第一個我們當然嚴格對待自己 第二個就是注重隱私 你也不要讓別人知道 你的事情太多 因為已經有人默默在觀察你了 我一直都是以好鄰居自居的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Stacy注意啦 獅子 我上身獅子 天啊 獅子 是呀 沒有朋友被打死 雙重命中 獅子就真的是下半年鄰居 家宅都是你的狀況 對 好 其實獅子也不要太擔心 你家漏水 或者是要處理 要重新裝修 或者是要買新傢俱 這件事可能在10月 10月下旬的時候開始 有沒有 有 真的 有要裝潢嗎 對不對 因為 畢竟他自己 男主人自己認為他自己是空人 多多少少要添加一些 有的沒的東西 你是說拍照的道具嗎 他最近買了一把劍 想說要插在他這邊 我覺得獅子座有這個 第一個 你可能正要裝潢了 你或正在買房子 或者是找房子 要準備搬家等等 那如果你有這種 有 因為我們現在住的那棟大樓 它其實是已經被判定 就是有點像海沙屋這樣子 圍樓 對 所以我們一直就是在找地方 要搬這樣子 然後最近有比較積極一點 是 好 那如果現在正在找房子 那你真的要很注意 整個周遭的環境 所以你可能就要比別人多一點心 然後我覺得減少糾紛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名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一分 天啊 居業座 好準 都是我們後面這一排 你也要嗎 因為我最近也想搬家 今天後面一排全中 等一下 這些第一名會怎樣 天啊 你沒有搞定的糾紛 它又會 之前的狀態 不管是人的糾紛 或房子的糾紛 賣掉了 會捲土重來 都會來 對 又會捲土重來 只要是你沒有認真處理的 只要是你該說的話 沒有去說 沒有去溝通的 它又會 譬如說很惡劣 或者是該壞的就壞了 就是一定要你採取行動 好好的去面對 那你知道家宅 或房事這種東西 也跟我們的內心狀態有關係 所以你的內心如果有黑洞 或類似就是說 你心裡有什麼過不去的事情 你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它也會變成一個 讓你很憂鬱的事情出來 你確定的如果沒出生 你會有很多 那些其他事情 你不會有一個 你會有很多 我會有很多 你會有很多 我會有很多 你會有很多